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藏金地图》 我是合志巴仁 今集最主要讲一个生意买卖盘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强劲的O2O生意 即是一个online to offline的生意 现在甚至有时都会做到offline to online 这个营运业务最主要已经做了5年了 它是卖什么呢? 最主要是这个网店是卖白货的 为什么呢? 我真的要讲回 它在2016年到现在2021年 Facebook的Fanpage 已经有差不多8万个追踪 最重要的是 你8万个追踪是不是有这么多人消费? 其中在消费群的客户全部都有个名单 只是消费过的客户已经有4万个名单 即是有名字和电话在这里 如果下次想买家做一个心理准备 那你可以只发给这4万人的生意 已经是不得了的了 它现在保持着做什么形式呢? 其实这个生意队道有两个赚钱的模式 第一个赚钱的模式 就是它在Facebook发售一些预购的产品 预购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现在人买东西在Facebook买东西的习惯 已经是要先付钱的了 对于商家来说 先付钱的着数是十分之大 我先收了你的钱 我收集了这么多个人买的单量 我知道譬如说我买一个铲 我已经有1万个铲放在这里的钱给了我 那我就可以去订货 而订货那里一般的公民商都会有分类的 譬如说你买一千个就多少钱? 五千个就多少钱?一万个就多少钱? 那你就可以因应这个数 譬如说订货那里的价钱更便宜了 也都赚多了钱了 因为你付出的成本一定会越来越低 即是你越订得多货 你的成本就越低这个合理 然后你就会发货 一般的预购时间就维持在三至七天 即是七天后就会订货 然后运到香港再发货 发货的途径呢? 这本很厉害了 有两个发货途径 当然一般的网店就是顺风发货 还有是客人致富的运费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它在官堂那里有一个办公室 就是一个字提点的办公室 基本上它的占比字提 和顺风发货的比例就是五五占比 一般一般 因为地处官堂 很多人核心地段在那里上班 住 其实都会直接在那里取货 整个东九龙区去那里取货 怎样都会比上风发货 因为上风发货是三十五元一件 或者如果大包一点的 随时六十七十元都有的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强劲的Facebook平台 有粉丝在那里 把客人吸进去 你可以发货一般 另一半是在offline 在它的实体字提点发货 它自己又省了一些人手 不需要太繁忙 另外它会把货放在店铺 然后人们也可以直接买卖 都可以的 这是第一个生意模式 就是赚钱的途径 第二个途径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shopline的网站 而shopline的网站其实是2020年12月开始 这个网站的原意是什么呢? 最主要只有两个 第一就是清货 因为我刚才所说的 它订货时有机会订多货存在 它也要散掉货 然后它就想到了 不如放一个叫做快闪的网站 那个快闪的网站 就是专放一些货品 就是之前的款式 或者是特价的款式 然后就去买那堆货 这个生意模式我觉得真的十分聪明 而它会在Facebook那里 就会宣传 未来10点会开卖 大家尽早进去 霸定投位 然后一截即买 第一它就去货 第二就是可以赚钱 大家都知道 那些基本上就是纯盈利 因为多了的货 都可以必赚的 然后之后 它又可以去买货存 所以它就真的没有什么死货出现 另外它会在Facebook那里 就说明了 就是一个叫做限时 所以随时会删的 买完就会删的 那些人会很着弱地 报着究竟多少钱呢? 然后它看一看 在屋见到合心水 卖了去 这两个生意模式 真的可以互补长短 可以说 另外就是这个网站 它会快闲时间 其实1月做了 接着就2月新年假期做了 4月长假期 这个复活节加上清明 又做了一次 每次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生意 接着我都可以说一说生意额 其实它这个快闲的策略 在2021年1月22-24日只需要做3天 做了10万元的货 即是营业额 那就是说买了多少件货呢? 1470件货 2021年2月新年期间 少些人了 因为少些人去拿 又或者少些人想发货 卖了764件货 49500生意额 2021年4月份卖了11万货 总共1856件货 可想而言之 其实它做的不是很多 你只需要把产品上架 然后定时定后开启的通道 然后那些人买完 然后就删掉 然后就做到这个生意额 然后再将在Excel上 再将那些信封单 给她的同事去派货 说到生意额 那它是不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公司呢? 绝对是 2017年 它的收益是在做395万 2018年做1,130万 然后2019年做1,590万 2020年做2,000万生意 到2021年 到现在已经做了1,700万 所以它真的挺强势的 就是这个生意平台 另外这个生意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它的客户已经够多 它的价钱可能是赚少少 但是它的量够大 所以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货 上FB那里 然后就总有人买的 如果你要去到932那边 它展示给你看 基本上只开个Facebook给你看 每个产品 基本上下面都有几十个留言 还有每个留言 未必是只买一件货 所以你可想而知 它的平台的威力在哪里 而它那个说 入货的成本真的有高有低 68%至88%不等 我刚才说了 那个利润可能是小一点的 但是它的量够大 所以就赚到钱了 而它那个租务的情况 它原本是只有一个门市 接着呢 其实都是7000多元做 那电费400多 水加清洁费就100元一个月 那再做一下 就是不够位 接着租隔壁做写字楼 接着再不够位 租6楼做仓库 那变了越做越大 现在这个是正值没有升的平台 不是跌是升的平台 所以它那个价值是高一点的 那另外呢 它说做2000多万 audit了的数 audit了2000万的数 那它卖多少钱呢 那先说一件事 它赚多少钱呢 那其实呢 冬主它每个月出粮就出11万多 那它自己整袋下袋的呢 那利润算上董事袍金 就大约14万一个月了 那它现在卖的价钱就是580万而已 那你想一件事 如果每个客户 那它这里有4万个客户嘛 那即是你给100多元一个客户 一个客户可以换多少钱回来 这个就要你要考虑的因素了 那如果你说 哦 那可能是8-4元 8-5元一个客户 买到回来的话 那其实你多久的时间 可以把它辨演到呢 可能是说几个信息 令到那些客户回来 或者它现在比较少做直播大货 这个就是绝对现在的channel 那如果你吃到有班人是可以做到直播帮尼大货的话呢 你想想它的平台有8万个追踪 有4万个旧的顾客 你将这些信息发布给他们知道 接着就在直播大货那里即时做买卖 每天可以做到几万元的生意 都不足够的 OK 那接着当然了 你可以再做好一点的IG 亦都是可以未来发展的一个途径 那绝对值的 这本可以再深入理解多一点 和932那边 OK 内容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里最主要吸引的地方 说了给你听 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超强的平台 有一个客户在这里 4万个客户 之后它还有一个网站 是可以帮你做促销 清货去的 那绝对这三个因素 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营运模式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打电话给92932932 找932那边的同事 跟你详细介绍吧 OK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资讯 想了解多一点的 记得在楼下留言告诉我 另外就按个订阅 按个小辣钟 有什么最新的资讯都可以告诉你 听到吗 今集时间就到这里了 和大家说再见 拜拜 给个like 和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记得按个铃铃 那你就不会错过每一条 藏金地图的影片 还不快点行动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 我们每星期都有不同类型的 生意加盟讲座 请click下面的like 报名 OK 然后再按一遍